大家早安! 早安! 現在呢我跟文當在新瀉港 新瀉港 我跟文當這次受到新瀉線的邀請 要去新瀉的佐渡島 帶大家看一下日本離島有什麼好吃跟好玩的東西 超級興奮的 對! 很多檢查都很興奮的 超級興奮的 茶道金山 超級興奮的 我剛剛調查了 但是 我們兩個等一下要去坐船 坐船差不多兩個半小時就可以到佐渡島了 走吧! 佐渡島是日本海上最大的島嶼 擁有非常豐富的大自然資源 加上四面環海、漁業資源也豐富 以前為了開發金銀山也聚集各式各樣的技師 讓佐渡這個地方孕育出獨特的文化保存至今 我們這次去佐渡島使用的是 Sado Island Enjoy Pass 包含到佐渡的汽車渡輪二等艙來回船票 佐渡島上的公車三天無限搭乘票 以及在佐渡當地的體驗行程套票 詳細的資訊大家可以看資訊欄喔 我跟文當到佐渡島了 其實意外那個船沒有很晃欸 我們兩個直接一睡就睡了兩個小時 超好吃的 我覺得很舒服 今天我跟文當到要住的是民宿福島莊 超棒的 這樣地方的料理很美味 這樣也挺有趣的 呵呵呵 這一家民宿的大廳超有親切感 這個我台灣的家也有 我們兩個已經換上浴衣了 我最喜歡浴衣了 每次在日本出來住都一定要換浴衣 哇~~ 好像青色貴重 超級可愛的 你喜歡這裡的浴衣嗎? 對 我也喜歡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房間 呵呵呵 整體呢 沒有很大 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 那文章現在打開這裡呢 就是放棉被 還有枕頭的地方 這個應該是我們等一下一吃飯的時候 服人員會幫我們鋪好 棉被! 我很喜歡我的家庭的感覺 呵呵呵 可愛 Ru-chan在工作上有點忙碌 Bee time 新潟很寒暖的感覺 熱鬧的感覺 吃吧 好酷 好酷啊 好吃 我們現在已經到吃晚餐的地方了 已經好久沒有去旅行 沒有吃這樣子的東西喔 大家看日本這種旅館 他們的食器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每樣東西其實都不多 但是都非常的豐富 大家看他的味噌湯 料也是超級豐富的 好幸福喔 佐渡這裡這麼貴是海產很有名 他們的生魚片超級好吃 這個天ぷら蜂醬吃得絕對很驚訝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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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天ぷら蜂醬好好吃喔 我們吃完飯回到房間了 真的嗎? 好好吃喔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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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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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幾乎一天都在休息 今天就是正式要開始我跟文當的佐渡之旅 第一站我跟文當來到的是 佐渡西山川Gowood Park 這裡可以體驗採沙巾 是佐渡很具代表性的觀光設施喔 佐渡是日本最大的金銀礦山 也是日本歷史幕府當時交易的貨幣 小畔的主要來源 所以來佐渡一定要體驗一下沙巾 還可以參觀有詳細黃金的資料 展示品的黃金展覽館 其實黃金被做成各式各樣的製品 融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喔 我們現在就要去採沙巾體驗 這裡也有一個小管子 他們的小管子是拿來放我們採到的沙巾 這個丸穴的方法 自身側的方法 拿來放在外面 拿來放在外面 砂巾的方法 砂巾的方法 很享受 很享受 在那裡浸泡嗎 砂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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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砂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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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分為水 砂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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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光是 就砂巾的方法 就砂巾了 一隻高 這個是我採到一個砂巾 因為砂巾很重的關係呢 只要把水放進去 砂巾就會直接沉到最下面 大家現在採得怎麼樣 砂巾反過來吧 哇~~ 大家看文當踩到這麼多 連這樣子拿著管子都照得好清楚喔 看來看 最後一回想要再一次 再一次就出來了 超棒的耶!大大! 4個 4個 4個砂金 4個砂金 好厲害喔 當 謝謝 這個呢 努力了 哇 超棒 我拿到了! 這個是我跟文當這次踩到的砂金 左邊是文當 右邊是我 那這裡呢 他們還有提供一個服務 是說 你可以用一採到的砂金 那可以加工 完成一些小飾品 待會去做紀念 像是有手機吊飾 還有鑰匙圈 還有項鍊 而且他們這裡很酷 你決定要做什麼 等的時間只要20秒就可以做好了 我跟文當兩個人都選吊飾 文當是金 我是銀 兩個湊一對 現在在樓上 撿到的先子都會看到 這裡的服務人員剛才送我跟文當禮物 好喝嗎? 好喝嗎? 超濃厚 後味道超濃厚 很好喝 對 超好喝 真的好喝 我跟文當現在在他們的販賣部 他們這裡的販賣部也全部都是金耶 超酷的 然後像這個仙貝也是造型做得很像金塊一樣 金吃的時候 運上了 大家來日本的觀光區啊 一定要去看他們的伴手 會發現很多很有趣的商品 都有他們各地的特色 接下來我跟文當要來體驗 他們這裡非常有名的 Talai Fune 我在網路上看到照片超可愛 超級想嘗試 所以超開心的 天氣都很想念 顔梨子 超級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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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張 文當加油 你也 歡迎 Talai Fune 觀光船 觀光船 天氣超好 現在還在放音樂 好有那種傳統的感覺 我們這次就是要做像這樣子的木頭 洗衣盆改造的盆周平穩 轉向方便 日本江戶時代時成為島上海女的交通工具 因為在身影少女出現過 讓許多影迷都會來佐渡朝聖 拍照也很好看 也是我在來之前最期待的行程 那導遊介紹時也說 是台灣人來佐渡旅遊 指定一定要參加的行程 果然台灣人期待的行程都一樣 好酷喔 我們現在就坐在這個木桶裡面 在海上 你看 像是電影 有點像這樣 好的 Ru 這裡 我的人 Ru 大約 在這裡 開始 你 來 遊樂 MING 快樂 шей 快樂 很可憐 有趣 可以想像上海女人 最初是只坐在那裡 但真是自己在那裡走到那裡 很開心 那是很棒的思想 海上有很多人在海裡 有很多人在海裡 完全沒有人在海裡 其實Ru也沒有人在海裡 可能是在寂寞的地方 也會很快樂 因為我真的是第一次體驗這個TALAIF 滑那個當下就很像在拍日劇 我就覺得很好玩 很有趣的體驗 所以大家如果來佐渡的話可以試試看 蠻推薦的 剩下一次午餐 吃完啦 還沒吃啦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一家叫做 是在佐渡這裡很有名的店 他們這裡好像有名的是麵包 你看看 有的啦 耶 你好可愛喔 因為今天風很大的關係 我們住室內 如果風沒有很大的話呢 大家幾乎都會坐在外面吃 可以邊看海邊享用餐點 我們的午餐來了 這個是我們的百香果杏仁豆腐 還有拉薩姆的咖哩 還有文當點的咖哩雞 洋蔥焗烤濃湯 いただきます 味道好濃好濃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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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很好吃喔 他們這一家店呢 好像在佐渡這裡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咖啡廳 我們剛才進來的時候全部都是人 而且排隊排超長的 吃完飯我跟文當來到佐渡最有名的佐渡金山參觀 佐渡金山被譽為日本近視最大的金銀礦山 現在已經終止挖礦 但是留下國家歷史遺跡開放大家參觀 這次我跟文當先體驗最新的 Ailand Mirage的MR體驗 運用最新的影像科技 用不同的視角參觀礦坑之外 在近距離參觀模擬採礦過程的人偶模型 真的非常的精彩 我們要體驗這個MR呢 要把這個他們給我們的手機掛在你的脖子上 那現在文當戴的這個眼鏡呢 是跟他剛才掛在脖子上的這一台是連動的 這樣子可以看MR 難怪在佐渡金山的Panflet裡 Ru-chan在那裡 啊~! 正確 Really 大家看到的畫面 和我和文當看到的畫面是不一樣的 這個遊戲可以跟虛擬的小精靈做互動 一起冒險探索礦山 為避免爆雷這裡就不提及劇情 但是影像很美很推薦大家嘗試看看喔 終於了 很開心 有經歷時的映像也變得更新 音樂也流行 真的像是在世界上的 有經歷時的感覺 確實了 我們現在要進了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金山坑 是中泰府坑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人偶 這個人偶竟然它會動 好有真實感喔 結構是很穩定的 如果只看人偶的話可能看不懂 他們這裡也很貼心 旁邊還有說明板 出來哪個位置的人偶 他們分別是什麼職位 那全部都寫在這裡 我覺得更方便來參觀的人理解 我們在外面吃 喝酒飲料 喝酒飲料 他們這個資料館有一個活動 是這裡放了一個真正的金塊 挑戰者必須徒手在30秒之內 完全從箱子裡面取出金條 這一塊金塊值9000萬日圓喔 啊!加油!9000萬! 啊!終了了 這個太重了 真的嗎? 啊! 欸!難了 今天我跟文當晚上要住的是Hotel的大佐渡 現在時間已經很晚了 等一下應該要直接吃飯了 哈囉! 啪啪 啪啪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了 吃晚啦 吃晚餐啦 你還沒吃 我們的晚餐 大家看到那個大螃蟹了嗎? 螃蟹 然後還有一張紙上面有寫菜色 真的好豐富喔 當這個螃蟹太厲害了 我真的要吃晚餐 左渡的魚真的是超級好吃 燒肉 果然在溫泉旅館就是有燒肉 整個感覺就很不一樣 吃嗎? 好吃耶! 肉和奶油味好香 對上面那邊有放奶油 好吃 我們還另外點了一個 阿彌勺魚 它這個是現在正好吃的季節 所以我們點點看 吃起來了 好吃 吃起來了 我們接下來要來吃螃蟹了 吃起來了 吃起來了 可以一個人吃一整整整整整 我們自己吃一整整整整 好多肉喔! Dang 開心嗎? 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這是蟹的最好吃的地方 蟹的爪的地方 這裡的蟹蟹都很黏著 最好吃的地方 太好吃了 今天也很棒 今天要睡覺 今天要睡覺 睡覺 河灣洋島遊園也是非常值得一來的地方 周邊是被日本指定為 最美一百海岸的海上公園 除了有美麗的風景之外 還有海上透視船的活動 以及水族館、資料館、商店 還有咖啡廳讓遊客玩爽 其中海上透明船也是一定要體驗的活動 這次真的很可惜 因為天后不佳無緣搭乘 但是有一點遺憾才有下次來的動力 你看 下子很漂亮 透明度很漂亮 好漂亮喔 當然我們要登船了 回家 回家囉 他們這裡還有COSPLAY可以換衣服 好好笑可以換成船員啊 船長什麼的 他們在船上賣好多食物 有賣拉麵 還有賣蕎麥麵 還有豬排凍 冰淇淋薯條 跟漢堡 跟啤酒 這次點了一個 佐渡契船的咖哩飯 還有文章點的是 岩乃辣拉麵 那這一個呢 超多人點幾乎每個人都有點 好清爽喔 快煎辣牛 然後他說呢我的咖哩是有點辣的 我來吃吃看 嗯 很辣 其實很好吃 可以這樣子看著還吃飯 好幸福喔 好一點 然後呢我們還另外買了佐渡的牛奶 佐渡的咖啡 馬上來喝喝看 咖哩跟牛奶一定超大 因為咖哩超辣的 這個佐渡牛奶的包裝真的超可愛 超好拍 三個來的話可以買來喝喝看 你可以拍照 然後旁邊的是文章的咖啡 咖啡 這個咖啡牛奶的顏值也好高喔 超可愛的 好喝 這講怎麼喝喝看 這兩個顏值太高了啦 大家來一定要買 嗨 大家我們已經回家了 嗨 大家我們已經回家了 這一次好好玩喔 佐渡 這一次好好玩喔 佐渡 吃飯也好吃 看起來很漂亮 看起來很漂亮 超棒的 我們兩個其實在這一次去之前呢 不太了解佐渡 所以上網查了很多資料 然後就發現 哇 日本真的還有好多 就是我們不了解 不知道這麼好玩的地方 那希望大家看了這支影片之後呢 可以對佐渡有多一點的了解 那之後可以來日本 或是已經在日本可以去的人 大家都可以去佐渡玩喔 全都是新的了 還有海鮮也很美味 而且那個牡丹海鮮也很美味 我和Fu-chan在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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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看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拜拜